香港 回家 香港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我们的五星红旗能够在香港 慢慢的升起来 非常激动 尤其是第一次能够感受到 我们回归祖国的一种感受 不光是在场的每一个人 能够感受到就是 那个时候大概700万香港居民 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我们大家都在会议展览中心 来宣誓做第一届行者会议的成员 我在1997之前已经在政府工作 这27年以来 我看见香港的发展越来越好 香港人是一个国际的城市 但是我们也是得到 国家中央对我们的支持 飞行销在六顶部的母亲上面 干嘛在香港五个国家的代言 就这样开始的 我特别深刻的 做英国人离开的一刻 这个是我最大的感觉 感受 一个时代一个年代的终结 从这一天开始 从这一刻开始 过后就不一样了 过后你完了 你出去街道上嘛 看见 哎 红旗出来了 特别是过了很多年以后 你更觉得这个是重要的一天 我三十多岁 我记得最深的电视里面 看到就是 中国解放军的军车 从内地 从罗湖开过来的那个场面 我就看到那个场面 那个军车来到香港 很威 很开心啊 就像国庆节一样 到处都是 那些五星红旗 还有那个 香港的那个旗 一样 那当时就是 和家人 都是在我们的司机前面 看着回归的报导 那当时都是 在湾仔会寺院中心 那里做一个回归的仪式 那这个是最深刻的 我们每一个香港市民 都有看到那个直播嘛 就是那个 生奇的仪式 然后回到学校 我们很快也有 我们每周都有一个早上 就是有生奇的仪式 我就是对艺术都比较 比较兴趣 然后我就印象比较深刻 我就问爸爸妈妈 可不可以去北京故宫 去一趟看一些艺术品 我们未来的方向就是 在香港无处不旅游的这个理念下 多发掘一些不同的景点 或是办很多不同的声势 它也可以吸引很多旅客过来 更加带动办这些声势的规模 那些人很多人过来很热闹 反正搞得很隆重 游客比较多了 还有香港上去国内都比较方便 我的朋友很多都是喜欢过去深圳那边玩的 因为交通方便和是价钱都便宜的 食物种类有得多 今年有搞那个花车了 今年 现在每个星期天都有那个烟花 或者那个无人机表演 我是一个艺术的插展人 我觉得回归27周年 我们达湾区的融合也是做得非常好 这几天在布展的时候 每一天都有大陆的旅客 C盘是我当时做工商科技局局长的时候主管的 然后当财政司司长 也是不断的优化 亲身一手的感受到中央政府 对我们的支持也对我们的爱护 我们那个时候需要个人旅游 他们就给我们个人旅游 帮佣餐生吧 平平安安 祝福是希望繁荣安定 各泰民安 大家都稳步向前 祝香港的经济越来越好 国家就繁荣昌定 香港回归27周年 我祝福国家继续富城 然后香港人民生活安康 明天明天背景 就会有什么事 我们在聊天 我们在聊天 就会有什么事 有些人